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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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在玄艺综述节目之前 给大家做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 我们学佛做人要学会包容 因为当一个人不能包容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你就会把别人的缺点留在你的心中 这样你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增加了很多无名的烦恼和很多的杂念 因为别人的缺点如果你不能包容就等于不会化解 然后你就一直记着别人的缺点 这个时候你离开了吉祥 拥有了妄想 因为你整天的恨 整天的不开心 这样就容易颠倒梦想 我们人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到人间来 我们为什么人活得不自在 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没有用正确的心去看它 因为我们天天被环境所转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境界来转变社会的环境 所以很多人的思维都是颠倒的 明明大家都说的是坏的事情 他却偏偏说是好的 明明别人都说好的事情 他说坏的 想一想 很多人对我们学佛人就认为你是傻瓜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不理解 等到他哪一天生病的时候 别人可以化为为安 通过念经学佛 身体会好起来 但有些人除了吃药打针 动手术之后 他并不能完全痊愈 这个就是人的一种心 一种心态 因为人的痛苦 那是看你依靠在谁的身上 当你心中有愿力 你能够依靠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实际上就拥有了 生住一灭的感觉 因为今天我能够得到 你要懂得就会失去 今天我能够拥有 我也一定会失去 然而等到哪一天我得到了 你更担忧 因为失去的更快 没得到 你想得到 你也是痛苦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你得到了 就犹如没有得到 你没有得到了 又会得到 实际上 得就是失 失就是得 得失得失 失失得得 得得失失 所以 整天在得失心当中 转来转去 你永远是颠倒梦想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就是要舍去 舍去就是不要去得 不要得 你才会懂得没有失 没有失去的苦 你就永远不会争苦 当得到的假的东西 你知道它是好的 你离不开它了 一旦失去了 你会很痛苦 所以台长要大家 不要执着 要在得失中 生出苦忧心 得失中生出苦忧心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今天赚钱了 我觉得自己很苦 很担忧 为什么 这个钱是暂时的 它是不长久的 说用完了就没有了 比如你今天生个孩子 你很开心 如果你能生出苦忧心 你就会比较好的 把孩子养好 因为你知道 这个孩子以后 会跟我们吃很多苦 会有生老病死一样的苦 爱别离的苦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不会对孩子 恨 不会对孩子进行打骂 这就是有苦忧心的人 他才会懂得修心念经 因为我们对苦 因为我们对苦 对忧虑 有时候恋恋不舍 不舍得他 这四个字离开我们 实际上 人的苦 就是自己因为离不开苦 他才去吃苦 因为人离不开担忧 他才会越来越担忧 如果孩子大了 妈妈放得开 不担忧孩子的环境 不担忧孩子的心情 妈妈知道孩子 能够应付这个社会上的事情 那你就是 犹如窗户打开 你看到了晴天 如果你整天的担心孩子 你就会被环境所累 所绑住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懂得 内心深处 要真正的放下 真正的放下 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缘分 吸缘 就是珍惜因缘 你们今天 跟台长学佛 你们有这个缘分 你们明天 跟台长不学佛了 你们也要好好珍惜 学佛时的那种缘分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一样 今天 你有缘分了 你也会有很多的后悔 你们要好好地珍惜 就像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样 辛苦了一辈子 对我们好了一辈子 小的时候是翻来张口 衣来伸手 我们没有感觉的 等到他们过世了 才感觉到 为什么我没有好好 珍惜父母亲 等到吃苦的时候 才知道父母亲 给我们付出了多少 当别人 为你们求的时候 你们就有感恩心出来 就像当师父跪下来 为你们求 你们痛苦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师父真好 所以 要懂得 不要等到别人 在为你做什么事情时候 你才感觉到好 这已经是不惜福了 要懂得珍惜 别人对你的感情 所以 佛法界讲 利益众生 才会脱离六道轮回 才会共证 无上 绝 绝是什么 绝悟了 无上绝是什么 就是至高无上 没有顶了 所以 无人可灵其正绝 也就是 已经绝悟到顶了 比如说 一幢六层楼大楼 你从一楼走到六楼 那个时候不叫无上 每走一楼 都是一种觉悟 等到你走到六楼的房顶上面了 阳台上面了 上面没有顶了 这叫无上 所以 这个是真正的觉悟 希望你们 学佛的智慧 希望你们在心中 常住佛的道场 希望你们懂得 人 不管处在什么环境当中 都一定要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心 心不能被环境所转 因为心 就是你能够抗阅环境最好的一个种子 一个人的善良的心 就结下了善缘 一个人的恶心 就会有报应 而且报应 是恶性循环 越报越多的 同样你用这个心来做好事 它是善 所以 它会越做越好 所以人 一定 不能被自己的恶性循环 所锁住 我们 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 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你恨他 他恨你 恨来恨去 无了时啊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要理解人生 你就得 看破 看淡 能够懂得看破 看淡的人 也就是 能够有觉悟的人 乔布斯在没有死之前 他觉得他是很伟大的 他有46亿的身价 他在将要死的时候 他才真正的理解 这些钱对他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 他才真正的知道 乔布斯他自己是多么的微弱 他以为他能征服这个世界 他辛苦了一辈子 难道连活下来的权利都没有吗 为什么人家能活 而我活不下来呢 这就是他不懂佛法 他不明白的地方 他也试图想找一个方法 他也做过 大做 他也是想不通 所以聪明的人到最后 似乎想通了 但他的一生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人 怎么样能够抓住自己 在人间的 唯一的 能够让自己开悟的 佛法 不要舍弃佛法 因为佛法 是当今时代 最有哲学 最能够让人开悟的 一种 明理 自尊的 一种觉悟心 现在的人天天烦恼多 所以 烦恼来自于追求 烦恼来自于你对自己错误的理解 烦恼来自于你对别人的记恨 你不去追求 你不去恨别人 你对自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评价 我能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事情 这样 你的心态就平衡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 就要对得起自己 大家都看过《红楼梦》 《红楼梦》里面的老祖宗 他觉得他是祖宗 谁都要讲 谁都要说 谁都要管 实际上 别人痛苦不痛苦 他自己痛苦不痛苦 他是在犯 常人所犯过的错误 因为他觉得 自己伟大 所以他沉溺在 他的权力的欲望之中 他不知道 一个人的权力 一个人的名利 在慢慢的世俗的环境当中 都会流失 所以学佛人经常讲 我们生活在这个梦幻世界当中 所以怎么样 要用心来体会佛法 要有正确的己见 什么叫用心来体会 那就是修心 什么样叫有正确的行为 那就靠着你的修行啊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那么 我们的这次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